今天直令蔡依林身着性感豹纹短裙 裸露美腿在台湾为某时尚品牌站台 不过神马短裙美腿的都不是今天的重点啦 大家关注的还是你在舞台上找定情借的事嘞 我觉得媒体很好笑 这个真的就是我敬业的表现 因为就是造型师通常都会借蛮贵的东西 您这意思又是媒体在瞎猜了 那你倒说说呀 这定情信物神马的在平常工作时会不会带嘞 我不告诉你 又是回避 迎着朱莉叶度演了 那景蓉就是你的罗密欧咯 还是你找到罗密欧了吗 哎哟 那你快跟小库和游女们说说啊 您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呢 婚姻 婚姻婚姻婚姻 我其实没有计划 就像敏感那种来的感觉一样 这就是要闪婚的节奏啊 您赶紧接着往下说 哎 小心小心 闪婚得可以 有可能吗 我不知道 对啊 如果想到的话就有 我不知道 又可选一乐 我不搞 做你 台北报道 今天直令蔡依林身着性感豹纹短裙 裸露美腿在台湾为某时尚品牌站台 不过什么短裙美腿的都不是今天的重点啦 大家关注的还是你在舞台上找定情借的事 我觉得媒体很好笑 那个真的就是我敬业的表现 因为就是造型师通常都会借蛮贵的东西 您这意思又是媒体在瞎猜了 那你倒是说说呀 这定情信物神马的在平常工作时会不会带咧 我不告诉你 又是回避 迎着朱丽叶都演了 那锦容就是你的罗蜜欧咯 那你快跟小库和鱿鱼们说说啊 您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呢 婚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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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没有计划 就像敏感那种来的感 今天直令蔡依林身着性感豹纹短裙 裸露美腿在台湾为某时尚品牌站台 不过神马短裙美腿的都不是今天的重点啦 大家关注的还是你在舞台上找定情借的事咧 我觉得媒体很好笑 那个真的就是我敬业的表现 因为就是造型师通常都会借蛮贵的东西 您这意思又是媒体在瞎猜了 那你倒是说说呀 这定情信物神马的在平常工作时会不会带咧 我不告诉你 又是回避 赢着朱莉叶都演了 那锦容就是你的罗蜜欧咯 那你快跟小库和鱿鱼们说说啊 您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呢 这就是要闪婚的节奏啊 您赶紧接着往下说 我觉得媒体很好笑 那个真的就是我敬业的表现 因为就是造型师通常都会借蛮贵的东西 您这意思又是媒体在瞎猜了 那你倒是说说呀 这定情信物神马的在平常工作时会不会带咧 我不告诉你 又是回避 迎着朱莉叶都演了 那锦容就是你的罗蜜欧咯 还是你找到罗蜜欧了吗 哎哟